各位同胞,这是黄勋才总理第一次发表的国庆宪词,让我代表总理来宣读。 这里是总统府内的斯里达玛西官邸,黄总理暂时在这里办公,因为总统府主楼正在装修。 1965年8月8号,独立前夕,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家人就是在这里过夜。 当天早上,李先生带着西马芬家协议回国,为了安全起见,搬进了这里。 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彻业辗转难眠,忧虑着要如何从临开始建立国家。 接着,李先生和他的同僚在建国一代的支持下,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克服了重重困难, 为今天的新加坡奠定了稳固的根基。 今年的国庆日,我们自当为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 我们以这样一个唯不足道的小国,打造成第一世界国家的典范, 让新加坡从一个不被看好的国家,变成世界舞台上一个耀眼的小红点。 但是,我们也面对着新的挑战。 全球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欧洲和中东地区近期的冲突没有缓和的迹象。 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也持续升温。 目前,中美两国并不想正面对抗, 但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却有可能影响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这对本区域尤其不利。 同时,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也不断地滋涨。 许多国家都陷入了政治困境, 让我们更难以应对各种紧迫的生存危机, 尤其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我国的促进深受这些强大趋势的影响。 这也让总理深感忧虑。 虽然我们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建国, 但我们也不能安于现状,步步之风。 我们必须保持灵活,具备远见和充满魄力。 我们必须推成促心,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 带领新加坡向前迈进。 在此,让我代表总理和大家分享政府将如何与国人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首先,我们会为国人创造新的机遇。 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发达经济体, 所以我们不能期望经济会和以往一样快速增长。 但我们还是必须继续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 并且努力创新和提高生产力。 所以我们投资、研究与开发、发展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 我们也展开了重点基础建设项目, 例如建造张仪机场第五大科大厦和大市港口, 以加强我国全球物流枢纽的竞争优势。 这些战略已经取得成绩。 最近几个星期,总理会见了不少跨国企业的总裁。 他们都表示对新加坡充满信心。 在一个分裂动荡的世界里, 对他们来说,新加坡是一个稳定可靠的基地, 让他们可以放心拓展亚洲的业务。 过去的一年,不同领域的多个跨国企业 都在我国设立新设施。 这包括辉瑞、现代汽车、革新和马斯基。 此外,BioNTech也即将在本地开设 他们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信使核糖核酸生产设施。 这些投资项目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为国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不过,这些就业机会将不再是本地员工所熟悉的工作, 而是需要具备新的技能才能胜任。 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帮助劳动队伍, 做好准备,把握新机遇。 我们会通过技能创前程, 协助每一个国人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地掌握新技能。 我们不只是在求学时期接受教育, 现在即便进入了中年, 也有更多选择来提升技能,尝试新工作。 我们会和全国职工总会与部组密切合作, 让每月与员工都能胜任未来经济中的工作。 此外,我们会加倍努力,稳定物价。 我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都非常关注通货膨胀的这个课题。 我们也了解物价上涨对国人应付日常开销所带来的影响。 虽然我们不能控制全球物价的上涨, 但我们向来做的是保持信源强劲 以减缓全球通胀对国人造成的影响。 今年,我国预计将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 员工的工资也将随着增加。 同时,我们将继续协助国人, 尤其是中低收入的家庭,缓解通胀的冲击。 这些援助措施包括社会费、邻里购物券、 现金补助和水电费回扣等。 长远来说,应付生活费上涨的关键 在于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创新以及提高生产力。 这样一来,工资的涨幅才能高过通胀, 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才会提高。 政府知道许多国人也关注房屋价格, 我们也采取了额外的房地产降温措施, 也增建了更多的政府组务。 这些措施有助于稳住房地产市场。 今年10月,政府将在新的组务分类框架下, 推述首批分为标准、优选和黄金地段的组务。 政府也将提供更多的津贴, 让国人更能负担优选和黄金地段的组务。 为了公平起见, 雇主日后转售这类组务时, 必须归还这些额外的津贴。 房屋政策的创新反映了我们坚持奉行, 居者有其物的这个理念。 我们下定决心, 确保公共住房政策公平, 让国人买得到也买得起政府组务。 同时,我们会加强我国的社会援助体系。 在这个瞬息万变,动荡不定的新环境里, 有些人能及时适应改变, 但有一些人担心会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 我们将需要更多医疗服务和社会援助。 当中也会有更多贾心层需要负起, 同时照顾年迈父母和年幼子女的责任。 因此,政府提高了对我国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 在过去两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 协助低薪共有自我提升, 扶持弱势家庭以及加强国人的退休保障。 我们也在全国推行健康SG和乐龄SG等计划, 以更好的来照顾年长者的需要。 接下来,政府会做得更多。 我们将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 进一步巩固社会安全网。 除了加强对家庭的支持, 我们也会帮助国人从就业困境中回谈。 政府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总理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进一步地说明。 在政府加大努力的同时, 我们也会加强个人和社区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鼓励每个人群奋向上, 充分利用资源和援助, 在工作上接近所能, 提升家人的生活。 成功人士应该回馈社会, 向其他的同胞伸出援手。 这样我们才能加强社会的团结和坚韧。 这些是我们可以应对世界新局势的策略。 我们要克服严峻的挑战, 没有捷径可走, 也没有标准答案可供参考。 但挑战越大, 我们就要更坚定地迎难而上, 将略是转化为优势。 59年前, 新加坡还是个第三世界国家, 没有太大的本事谋生或自我防卫。 如今, 我们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海港和机场, 也是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国民教育程度也可说是名列前茅。 新加坡建国的历史虽然不长, 但我们携手克服了许多困难, 所以我们应当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面对许多挑战, 新加坡还是会勇往之前再判高峰。 我们的未来将会璀璨光明, 机遇处处。 在这个家园里, 人人都受到尊敬和重视, 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最大的潜能, 施展抱负。 我们一定会互相扶持, 一起取得成功。 在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中, 国人励志加强社会契约, 并肩创造新的高峰。 今年的国庆庆典主题曲, 就反映了这样的愿景, 只要我们互爱互助, 这里就是我们温馨的家, 只要我们心连心, 我们就能走得更远。 各位同胞, 让我们同舟共济, 全民一心, 团结一致, 向前迈进。 祝大家国庆日快乐。